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网料事者第九位 崇祯皇帝朱友简 自打崇祯吊死没山 有两个问题就颇有争议 本集就讨论这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明王前夕崇祯的小金库 也就是内库里有钱没钱 他到底是真穷还是要钱不要命呢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崇祯对自己的评价 他说 朕非亡国之君 这话有道理吗 如果他不是亡国之君 那为什么又落得个 那为什么又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长久以来 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 都流传着一种说法 说朱友简这个人特别贪财 特别抠门 平常给老百姓加税 加得起劲 等到军情紧急的时候 大臣请他从内堂里掏钱 发军响 他却只说没钱 结果后来李子诚攻下北京 愣是从皇宫里起出几千万两银子 可见崇祯属实是要钱不要命 活该亡国 其实这实在是冤枉了他 朱友简不是抠 他是真没钱 先看史料 有关李子诚在北京搜刮了几千万银子 这事儿呢 最早来自于两个被俘的明朝官员的记载 一个人叫赵世锦 当时是公布迎善司员外郎 后来呢 他逃回家乡无锡 写了一本书叫《假身济世》 里面的原话是 贼接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 文字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冻也 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那还有一个人叫杨世聪 当时以汉林冲左欲得 他呢 也是回乡后把自己的经历写了出来 按他所说 4月16日大顺军大须罗马 载金银网关中 总共一千坨 其中包括五百两一定的正库银 上面刻有永乐年号 还说大顺军总共搜刮了各库银 共三千七百万 金若干万 其中来自户部和捐助的只有六十万 那么剩下的显然都出自内库 杨世聪还感叹说 这三千七百万就算拿出零头 也够两年加派的钱了 先帝为啥还要搜刮民财呢 赵阳这两个人都是金官 又是贾山事变的亲历者 他们的话按理说可信度很高 但问题在于 赵阳两个人都是外朝小官 平常既不参与军机大事 也不了解宫中的内情 更重要的是 当时两个人都处在被大顺军积压的状态 运银子的事并非他们亲眼所见 而是得自传闻 但是由于两人的书问世很早 经他们这么一说 李自成从皇宫内库里 起出大批银子事就流传开来 所以后来记载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比如谭前的国雀 纪六旗的明帝北略 都采用了内库存银 有三千多万的活法 刘寇志更夸张的说 不是三千七百万两 而是三千七百万钉 每钉五百两 这显然是传潮过程中搞错了 因为如果五百两一钉的银子 真有三千七百万钉 那就成了一百八十五亿两 当时别说整个大明朝 就是全世界也未必有这么多现银 纪六旗也评价说 要真是这么多 那得一千八百五十万匹骡子才能拉完 这说法不可信 那既然三千七百万钉不可信 那三千七百万两的说法靠不靠谱了 有个叫王世德的锦衣卫 说不靠谱 他的理由是天起地在位七年 早晚万利搜刮的积蓄挥霍一空了 崇祯为了筹缩军费 甚至把宫里的银器都花了 这事人所共知 朝臣动不动就叫皇上发内躺 可内躺又不是聚宝盆 里面的钱都有固定的用处 从来就是随到随花 哪有什么急需呢 那些也是说城破的时候 大内有十余库金银 其实除了内城运库以外 那些库都是装杂物的 破城的时候除了东御库 还有些珍宝 其他都没钱 那些说皇上好聚脸 轻易不动内躺的议论 实在是冤枉 曾任户部袁外郎的史敦 也引用了上次无履中的话 说他管账的时候 请崇祯发内躺就急 崇祯却把他叫到跟前 悄悄的说内裤根本没钱 说着还掉了眼泪 相比赵阳二人 王是德 日是先皇左右 无履中则以户部侍郎 属伤如是 他们对朝廷财政的了解 显然更加可靠 其说法也更符合逻辑 众所周知 崇祯皇帝在生活上 的确非常节俭 他在税收上的多次加派 也确实给百姓留下了脸台的印象 但这实在是因为崇祯朝的大明 始终是深陷于财重危机之中 而不是因为他本人实财如命 近些年云南大学的李元老师 对明朝晚期的宫廷财政 进行了系统梳理 他发现 虽然经过万历皇历的巨脸 万历末年的内唐 确实堆积如山 但自从辽东战事开打 为了助想 皇帝们就一直从内唐往外掏钱 从万历46年到天启西年 十年间从内唐 总共只取了银两2645万 其中一多半都用在了军饷上 其余他主要用于赏赐和同步工程 这个数字是内库正额收入的2.5倍 属于严重的入不敷出 而且从这个曲线就能看得出来 花钱最多的时候 就是辽东战事初起的那年 从万历48年到天启二年 三年内用掉的唐银占总额的90%以上 而从天启三年开始 数额急剧下降 说明存相已经不多 这与首府印象高 在天启四年的奏书中上演 即内唐一穷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 天启年间已经如此 重担上台以后的情况则更糟 因为这时候除了辽东战事未平 中原又爆发了农民起义 而且愈演愈烈 不但花销更大 好多地方的税还根本争不上来 崇祯无奈 只能加派再加派 再苦百姓几年 但沉重的赋税又激发了更多的逃亡 和更多的叛乱 由此进入了恶性循环 直至冥亡 这也就是无私在《潜规则》里所说的 崇祯死弯 据统计 崇祯在位期间 家派的填富额高达1670万两 无怪户民间称崇祯为崇祯 但这家派的税收都是正负 用一支付军饷 根本进不了内库 内库每年比较固定的金华银收入 也就100万两左右 即使能足额征收 崇祯也没有藏着掖着不往外花 还是李元的统计 崇祯总共25次从内产掏钱 总额不少于352万两 他不是抠 他是真没钱 如果他真有3000多万的存款 也不至于把贡里的银器都花了住钱 更不至于向满朝文武搞摊派 让大家捐款 毕竟崇祯皇帝是极要面子的人 堂堂天子竟伸手向大臣们要钱 其实相当丢脸 最后从最基本的逻辑出发 崇祯也不可能要钱不要命 因为一旦王国 百官可以改换门庭 他却完全没有退路可言 就凭朱友简17年来 对国家那种操心程度 他也不可能留着钱不花 坐等王国 更不可能出现赵世锦所说 万历八年以后的酷银 都没动的情况 既然如此 那李自成运斗的钱 又是从哪来着呢 有一种说法是 是从京城里头 王公百官 财主大货的身上炸出来的 那成书于康熙初年的 两本刘寇志都说 大顺军考略所得 总共七千万两 其中 薰贵十分之三 太监十分之三 百官和商骨呢 各占十分之二 但这个数字 显然过于夸张 也不大可能 据明记北略记载 被大顺军考打追赃的 薰贵和官员呢 总共八百多人 如果真炸出了七千万两 那就是人均八万七千两 然而事实是 除了皇上的老丈人周葵最富 从他家里超出了 现银五十二万一万 东厂厂工王之心十五万两 户部主是丁学石十三万两 前首府陈衍五万两 其余的官员多的数万 少的只有几百两 绝大多数人 都不可能达到这个平均数 这还是大顺军上夹棍夹出来的成绩 你说这些人是不怕死吗 当然不是 不怕死这大臣呢 早就自杀殉国了 那他们是真没钱吗 倒也不是 真实的情况是 许多人虽然在朝作官 但家产都在故乡 身边并不留很多现银 有豪宅呢 也卖不出去 而且自打李自成 向北京进军的消息传来 很多人呢 都把财产转移了 像周葵这样 全部家产都在北京 却又艳然不动的情况 实在不多 陈衍呢 也是因为多藏而不能出都 这才成了肥肉 大太监王之心 号称最富 也不过才吐出15万 以这样的情况推测 大顺军搜刮个几百万两 倒还可能 要说七千万 打死我也不信 毕竟货币室专家都不算 明朝末年呢 进入流通领域的白银总量 可能也就两到三亿两 还有一种说法更离奇 说李自成起出来的钱呢 可能是皇宫里的秘密教藏 连崇真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他搞掉魏忠贤以后呢 太监们都怕他 不敢告诉他 结果这些教藏的金银呢 就便宜了农民军 比如国雀就说 大内就藏黄金 四十余教 内建皆为先帝 不以文 后来康熙皇帝也说 明代万历年间 在养心殿后面呢 教藏了银子两百万 清军入关后呢 农民军窃金西逃 因为追兵渐进 就扔进了黄河 那这种情况呢 不是没有可能 但即使是真的 恐怕数目也不会很多 而且既然崇真不知道 那就更不能说他抠门 综合来看呢 在明清之地的各种史料中 我个人感觉 倒是假深传信录 对内库金银数量的记载呢 最为可信 传信录说 李自成入工后呢 发现大内黄金只十七万 银只十三万 又是震惊 又是失望 邪司呢 还不够自己登机发赏钱 这才下令 假官搜银 考略钱财 后来又下令 将追赃所得的金银 搬入内府 加上原来剩下的总共一百多万辆 叫工人铸成方板 预备越往西安 那这批银子 并不包括分给手下的赏赐 所以只有一百多万 东征上海关前夕 李自成又命运资重数百辆西归 那车辆的数量 也有百亿万银的重量相符合 所以可以认为 大顺军在北京决略的财富总量 应该是几百万辆 刨具赏赐瓜分所用呢 运往西安的也就一百万 这其中 崇祯留下来的金银只有三十万 可见 朱友简不是财 他确实很穷 大明王朝基本就是穷死的 当然至于大明为啥这么穷 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聊 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运走的银子不多 那为啥赵世锦杨世聪等人 会认为有几千万两呢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 大顺军故意放出来的流言 一方面可以转嫁仇恨 争取民心 国阙就说 农民军淫略即富 扬言皆得直大内 使者恨直 就是这么回事 一方面呢 也可以虚张声势 营造大顺政权 实力雄厚 前途光明的假象 而这套谎言流传开后呢 又迎合了清流人士心中 贪腐王国 小人王国的基本认知 所以他们说 这批银子呢 不是出自皇帝的小金库 而是出自那些 世卫素三的百官贵气 至于银子到底是三千万 还是七千万 反而没那么重要 因为自古以来呢 中国人在运用数字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不是为了计算 而是纯粹为了表达立场和情绪 好 崇祯内藏的问题就讨论到这里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众所周知啊 不考虑南明 崇祯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 大明王朝 王在他手里呢 是个事实 但朱友简自己却始终认为 朕非王国之君 诸臣即王国之臣 说大明灭亡的主要责任呢 不在他本人 这话虽然一带甩锅 但他也赢得了不少认同 比如乾隆初年成熟的明史 就说他非王国之君 而当王国之韵 明之王 失望于神宗 说明朝灭亡的命运 早在万历朝 就注定了 崇祯只是太倒霉 就连崇祯的死敌 李自成也说他 君非甚暗 沉浸行私 有简 你也不是那么差劲吗 但你手底下那帮人 实在是自私鬼 回顾崇祯的一生 他当然有理由感到委屈 你看看之前的几位明朝皇帝 有人沉迷修仙 有人沉迷目攻 有人好色无厌 有人消极代工 可朱友简同学怎么样呢 十七年来 他每天机名而起 夜分不昧 所有的奏折都要自己批阅 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有一次累得一边跟刘太飞说话 一边就睡着了 心情工作的同时还不忘学习 除了军务积极繁忙的时候 基本上规定的经言日奖 一气不辣 他还跟许多亡国之军不一样 既不好酒 也不好色 既不残暴誓杀 也不奢侈放纵 他的生活作风极其简朴 饮食上的花销 只有万利的百分之一 按规定 每天一换的衣袍官吕 他的每月一换 宫中没有大事 不办宴席 也很少听到歌舞之声 可以说 自打即位那天开始 崇祯就一腔心血铺在了国事之上 未到中年便白发丛生 你说他容易吗 不容易啊 可结果呢 大家都看到了 大明王朝就像一条遭袖不堪 处处漏水的破船 越想把漏堵住 破洞越大 下沉越快 任凭他使劲百万谢数呢 就是没有效果 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 恐怕都免不了怨天尤人 怨天就是怪运气不好 而他也确实运气不好 本来明朝这套国家机器呢 当初立刻的时候 许多制度就存在严重缺陷 比如财税 比如军屯 比如队伍旁大 却又俸禄极低的官僚阶层 比如养猪一般的宗室政策等等 如今经过近三百星的老化 绝大多数制度呢 已经不合时宜 而到了王朝末期 什么水旱灾害 瘟疫横行 流民造反 士兵划变 外敌入侵 内朝党争 财政亏空 法度废齿 人才匮乏 励志腐败之类呢 也都层出不穷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些破事呢 朱尤俭都抬着了 所以明史才说 此时大事已轻 积息难晚 岂非气数使然 甚至连明史专家孟森都说 如果朱尤俭生在万里之前 他肯定不会是一个亡国之君 谁让他倒霉 生在了天启之后呢 至于尤人就是怪诸臣无能 而明末的官僚群体呢 整体上也确实显着自私和低能 尤其是隔于门户 习于党争 大多数人呢 把小圈子的利益 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要 所以一直以来 就用明亡于党争的说法 就拿当朝宰相来说吧 短短17年 崇祯用过50个内阁府臣 其中首府19个 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干事肯干事的 担任俯臣时间最长的温体人 其实毫无能力 但就靠着迎合地义的手段 和孤立武党的伪装 愣是当了四年首府 两次担任首府的周燕如 更是以结党营私 贪污受贿为能使 还搞出了李宋清军出境 然后谎报军情 欺军网上的大笑话 再加上温州两人勾心斗角 搞了内阁乌烟壮气 明时把他们写进了奸臣传 并不算冤枉 而最后两人首府 陈衍和魏早德 更是卧龙奉出 李自成已经向北京进军了 陈衍说无足律 朝臣建议调吴三桂入位 陈衍立迟日不可 眼看北京要完呢 魏早德以外出催响为名 想跑路 崇祯不准 北京被围以后 有个官见守城的人少 都请天兵 魏早德说皇上正休息 愣不让他进去 实际上 逼着崇祯当面说出 朱臣接王国之臣的人 就是陈衍未早德 所以毫不意外 北京城破以后 这两个人都投降了李自成 不过他们最后 也都被李自成给杀了 你说身边的众臣 都是这样的饭桶 那崇祯他能不窝火 能不骂人吗 但是换眼说回来 即便这样 朱友简就能把王国的责任 都推给朱臣和气韵了吗 难道他自己就没有什么过错和罪责吗 当然也不是 崇祯这个人虽然姿势甚高 但他事业狭窄 勤奋好学 但才干平庸 17年的治国生涯 他从来就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 而只能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左右摇摆举棋不定 再加上他的性格 是刚愎自用 而又多疑善变 急功近利 而又优柔寡断 敏感好强 而又缺乏担当 专横霸道 而又刻薄寡恩 所以往往导致他在一些军国大事上 决策失误 处置失掌 比如他扳倒魏忠贤以后呢 在给逆案定性的时候 搞扩大化 大臣一有动作呢 他就往彭党上琢磨 绞尽脑汁呢 想消灭彭党 却催生了更复杂 更广泛的彭党 比如他迷信君主权威和言行军法 视臣聊如草芥 少有不满就换人 抓住错误就严惩 而且赏罚不公 识人不明 全凭喜好 错用了不守雍臣 也错杀了不少忠臣和能臣 尤其不该在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 抓捕 以及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处死了袁冲焕 那这种惩办主义的作风 导致大臣们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遇到事情就互相推诿 完全丧失了办事的积极性 还有他在与满清义和的事情上 也是有当有利 先是偷偷摸摸 犹豫不决 等到事情泄露 舆论哗然以后 又不想担得任 一股脑都把罪责全推给了 陈欣甲这个袁大头 再比如他在对待农民军的策略上 始终在脚辅之间摇摆不定 在该辅的时候 拿不出诚意和耐心 在该脚辅的时候 又缺乏足够的决心和手段 以致农民军死灰复燃 一发不可收拾 以上这些错误 某种程度上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加速了明王朝的父王 朱友简难辞其咎 甚至在最后的三个月 如果不是因为崇祯的性格缺陷 大明本来还是有机会抢救过来的 那就是迁都南京 当然至于跑回去以后 他能不能大全独揽 或者那个南京政权能延续多久 那都是要打上问号的 但至少跑回去就有一线生机 总比在眉山吊死要强 但崇祯为啥就没能跑得了呢 是他自己就没打算跑 下决心君王死射击了吗 当然不是 尽管现在有学者指出 早在正月初三召见李明瑞时 崇祯就说自己早就有南千之心的史料 不太可靠 但可以确定至少从二月下旬开始 包括崇祯的皇后周氏 他的妹夫龚永固以及部分朝臣在内的不少人都明示或者暗示 向崇祯提议过南千 这个时候李自成刚拿下山西 宣府大同还在明朝手里 距离一达到北京至少还有二十天的窗口期 如果崇祯判断力再准一点 决断再坚决一点 甚至脸皮再厚一点 他都有机会有条件跑到南方的 或者至少也可以把几个儿子先送走 可结果呢 他优柔寡断 又不想背负逃跑的骂名 拐弯抹角的暗示内阁背锅 几个老油条又不肯配合 一直拖到敌人打到城墙下了 他才把驸马龚永固 外戚刘文明找来 想叫他俩带家丁 护驾南千 郭永固说 万岁爷你早干嘛去了 我早跟你说南千你不听 那会儿敌兵还远 大家害怕贼寇 愿意跟你走的人也多 现在人心早已瓦解 谁还能跟你走呀 别说我们平常不敢思绪家丁 就算有家丁顶个鸟用啊 崇祯没辙 只好自己带着几十个太监 手里拿着三眼洋枪 眉头苍一般到城门口冲了一番 发现实在出不去 这才回宫 先逼死皇后 又砍死砍伤两个女儿 然后上了梅山 你说他死的冤吗 冤也不冤 最可惜的是三个小皇子 崇祯自杀前呢 虽然叫太监带着他们出逃 但要么投亲碰壁 要么太监胆小 不敢藏匿 三人呢 还是落到了农民军手里 后来李自成 东征山海关 以及败退的路上 也都带着三个人 直到大顺军撤出北京 兵荒马乱中 十三岁的定王 十二岁的勇王 从此下落不明 而十六岁的太子 朱四郎虽然逃了出来 历经半年辗转 投到了外公周奎家 但周奎呢 逐客不成 竟然报了官 最终在满清摄政王 多尔滚的授意下 朱四郎被扣上了一顶 伪太子的帽子 命命出死 此后 在清朝和南明镜内 虽然还出现过一些 自称是崇祯太子的人 基本呢 也都是冒牌货 从史料透露的某些片段可知 崇祯这三个儿子的素质 其实还不错 至少比小父王朱优松要强 试想 如果他们中的某位 尤其是太子朱次郎 如果能够早点去往南方 那么南明政权的前景 或许会好很多 好了 关于崇祯的话题呢 就聊到这儿 最近呢 我准备重读一下 顾成先生的南明史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加关注 我是盲人以人 一个不顾正业的历史学博士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